接著我們跟各位談的事情是 你怎麼知道有化學變化 有些化學變化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很難察覺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可是有些會很明顯 我們就告訴你說 我可以藉著這些很明顯的變化 你確定知道有新物質生成 於是你就知道有化學變化 OK 你確定有新物質生成 你就確定會發生化學變化 我當委會講好多的例子 這些例子都是未來就會交到的 甚至於是馬上就要交到你 你就給我備好 記清楚 OK 第一個 沉澱 左邊一個容易 右邊一個容易沒有沉澱 倒下去有沉澱 確定有新物質生成 所以我就知道有化學變化 我就知道有化學變化 所以火核之後有沉澱 我知道有化學變化 譬如 碳酸鈍加氯化鈣 會產生碳酸鈣沉澱 這個在 這個反應是在這學期的尾巴會學到 這個尾巴會學到 OK 還有 硫帶硫酸鈍加鹽酸 會產生黃色的硫沉澱 這個反應是下學期會學到 你就給我先記好 OK 所以呢 原來沒沉澱 反應之後有沉澱 我確定有新物質生成 化學變化 OK 泡泡 本來沒泡泡 倒下去之後有泡泡 我確定有新物質生成 我確定有化學變化 好 這兩個反應都是我馬上就要教的 馬上就要教的 這一次辦法教教的內容 你就先給我記好 一個叫做碳酸鈣加氫酸 會產生二氧化碳 氣體 好 氣體 另外一個叫做燒涼水 會分解成水加氧 氧是氣體 所以呢 本來沒有氣體 反應完之後有氣體 確定有新物質生成 化學變化 OK 所以要了解這有反應 這兩個我剛才講過 這兩個反應是這一次的斷炒範圍 你就現在就有記好 它將再加鹽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酸鈣水問題會產生氧氣 OK 顏色有變化 這個顏色變化 當然不是刷油漆 本來白色還是刷紅色 不是這樣子 是東西本身的顏色的變化 比如說 這交過了 綠化雅菇 綠化雅菇 有水的時候是粉紅色 沒有水的時候是藍色 我跟你講過 我給你的綠化碳通通都受炒對不對 都變紅色 拿火上烤一烤 烤一烤 烤一烤 變成藍色 顏色變化 所以我這是一個化學變化 再來叫做酸甜指示器 酸甜指示器 我們正式教師下學期 就是跟你們以小學學問的史蕾啊 怎麼一樣 碰到酸什麼顏色 碰到鹼什麼顏色 這是未來要備好的 分代指示器呢 在酸中是無色 在鹼中是紅色 所以本來是氫氧化碳是鹼 所以本來是紅色的 加入過量的二氧化碳會產生碳酸 所以超過了 所以變成什麼性 酸性 所以變成胡色 這個也是顏色變化 這也是化學變化 所以酸鹼剛剛不是先寫的嗎 指示器的顏色變化是化學變化 我們剛剛講的是 剛剛前前前前前講過了 所以這是化學變化 辛加硫酸酮 硫酸酮有銅離子 所以看起來是藍色 辛加硫酸酮 產生銅加硫酸酮 銅炒出來了 變成硫酸酮 辛離子無色 所以看起來變成無色 所以從藍色變成無色 所以這也是一個化學變化 所以只有作用之後的顏色改變 所以有一些化學變化 會有很明顯的現象 我可以藉著這些明顯的現象 我知道有化學變化 產生 比如說本來沒沉澱 後來有沉澱 本來沒泡泡 後來有泡泡之類的 所以這樣你了解說 我可以藉著哪一些事情 我可以知道有化學變化發生 OK 可以嗎 可以 能嗎